来看到前民众党桃源市党部发言人马志伟 以无党籍身份投入第一选区的立委选举 从记者到高阶主管 有管于环境对这年轻人是不够友善 马志伟走出了舒适圈 希望能够为年轻人代言 让下一代有更好的环境 上周末无党籍立委参选人马志伟 在卢族区中心路设立竞选总部 正式宣布投入桃源市第一选区立委选举 马志伟分享自身的从政原因 细阶段环境对年轻人较不友善 无论就业或是选举都是 他希望这次出来参选 能够让更多人重视自身的权益 站出来选择自己的未来翻转台湾 其实蛮简单 我的起心动念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年轻人 其实现在在台湾的环境 对年轻人其实不是非常友善 不管是居住正义的问题 还是说像一些工作环境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算像我这么平凡的小女生 也愿意站出来 就是只是为了想要为民发声 为了想要争取自己的机会 为了想要翻转台湾 我希望可以让大家 不要在漠视身边的环境 已经漠视手中那一票的力量 那站出来为了自己发声 然后投出自己心里 做理想的那一票 马志伟表示 如果有机会当选 会想办法让这一代 与下一代拥有更好的环境 并以两岸和平为目标 我希望可以帮助 不管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跟下一代都能够获得更好的环境 而且两岸一定要和平 然后民意要能够监督 希望我们三党都不过半 我们可以发挥真正的监督的力量 然后财政要能够纪律 下一代重点是一定要有希望 马志伟强调 自己没有显赫的家世 有的只是一个信念 希望选民能够认同并支持他 让下一代有一个改变的机会 你发生